大家好 這段視頻稍後跟大家說一下那個 NKV2O NINX 它這個後面的一些新版本 它有一些選項 沒有翻成繁體中文 那這邊就是說 跟大家說一下 你可以切成簡體中文 至少可以看得懂它的 它的意思 聲音太小聲就點這裡把它拉到最大 然後畫質 1080P 寬或全幕觀看 可以點訂閱 然後這一篇的那個教學網址 是放在這個Youtube的註解這邊 大家可以點一下 這邊連結到這個頁面 那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選項這裡 它沒有翻成 那個 翻譯中文 就是一些常用到的 一些選項這樣 那這邊就參考一下這邊的圖文 然後到這個圖形介面這一個 然後到這個圖形介面這一個 左上方這一個 偏號設定這邊 然後介面語言這一個 點一下這一個 或者是按 或者是這個 右邊的這個下三角的按鈕 然後把它切到 然後再點OK就可以了 它就會切換 那一般是 我比較常用的是這個切割的功能 有按時間分段切割的嘛 這個一般是你這個滑鼠移過來這邊 它會大概停個三秒鐘左右 它會說明怎麼使用 這樣子 那 還有一個是特定時間 也是有 那 就是說有那個 忘記的話 就是說有時候忘記那個選項的話 我是會把它切過來看一下 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 它這個也是有 這個說明 註解說明還是 繁體中文 就是說你 不太了解它的意思的話 是可以 看一下那個 停大概三秒左右 它會有使用說明 看一下這樣也是OK 只是你 覺得這個 看不太懂的話 你就參考我剛才說的這個 這個 切到這個 簡體中文 這樣 因為有一些選項它 還沒有 就是說沒有翻成 反體中文啦 這樣子 那切成簡體中文的話 至少 看得懂它是什麼意思 這樣 好 OK 那這段說明就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 收看 詞文視頻